女职工不小心将冻肉打翻 恰巧这时冷酷的肛门被人从外面关闭 冻肉落地的声响与锁门的声音刚好重叠 导致女孩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被困 直到该死的经理关掉店铺里的电闸 女孩这才意识到不妙 急忙冲过去拍打肛门 试图吸引经理的注意 但不料经理由于忙着去找情人 早就按下电梯离开了这里 慌乱中女孩赶紧打开应急灯的开关 拖下背包准备拿出手机报警求救 可翻来覆去她这才想起 自己为了干活方便在进来前将手机放在了外面 眼看情况不妙女孩紧忙找来一个推车 然后驾好姿势卯足了静冲向肛门 但谁知经过几十次的照镜 肛门非但没出现任何松动的迹象 反而是自己的双手被震的通红发子 然而更糟糕的是 此时冷酷的温度还在持续下降 光凭女孩这身清凉的打扮 根本就穿不到第二天上班有人发现她 为了不被冻死在这 她只能不停地用手摩擦身体 然后再把双手揣进裤兜里 尽可能地去维持身体的温度 然而就在此时 她突然在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电影票 看着今天最后一场电影 还差两分钟就要散场的信息 女孩赶紧转身在货架上找来一个餐盘 然后迅速跑到肛门跟前 死死盯着手表上的指针生怕错过一分一毫 但奇怪的是 随着电影院的观众一一离场 女孩却并没有着急求救 逼就傻傻地看着手表像是等待着什么 眼看观众马上全都离开电影院 女孩这才抄起餐盘拼命地拍打钢门 而此时人群也正好路过她所在餐厅的门前 可谁知观众散场后只顾着吐槽电影的情节 根本就没人听到她求救的声音 只有一个小男孩似乎听到了什么 并喊来了她的父亲前来查看 但不料等男孩的父亲过来时 女孩的手指却在这时恰巧被餐盘震伤 没能听到任何动静的父亲也只能抱着男孩离开 商场也在送走最后一波客人后随即关闭了所有灯光 只留下女孩一人绝望的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然而就在她不知所措时 冷库里哭哭冒风的排风扇却引起了她的主体 紧接着一个大胆的想法瞬间油然而生